好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 姐夫系小姨 表演者高峰 鸾云平 给您道喜 你愿意吗 也不知道 二位说的挺好 岳云鹏 史爱东 今天是濒临诗传的传统曲目专场 是 刚才这个节目 我看不是濒临诗传 已经诗传了 不知道他们从谁那逃回来的 学满语 又叫满洲话 这是非常传统的这么一段 老的 阿哥 阿哥 三爷 阿哥这个词 大家在清代电视剧 清宫戏当中还能听得到 人家叫阿哥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二位演员非常努力 到后台去休息休息 把您更换上来 该我了 继续表演 您看这个相声演出 每一段跟每一段内容不同 表演形式也有所差别 不一样 常听相声的观众您最熟悉 您知道 比如说吧 相声 有一个人表演的 对 单口相声 两个人和说的 是啊 这叫对口相声 换形式了 三四个人的 群口相声 一二十人的 这个 相声剧 六十多位的 这个 那是打狼去 那是 反正相声基本上还是两个人说 这样的多 传统相声90%以上 都是对口的 俩人的 两个人表演 一个是假 一个是乙 合作者嘛 是 无外乎说点什么大小笑话 说个什么字印 猜个灯迷 对个对子 学点什么各省人说话 大小买不腰喝 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目的是什么呢 逗大伙一乐 是 您这一乐太有好处了 是吗 人这一乐使人轻气上升 浊气下降 二气均分 时归大肠 水入膀胱 增进饮食 易瘦延年是游瘦转胖 对身体健康 大有帮助 好啊 劝您啊 希望您各位 常来德云社听相声 老来 票价也不贵 是 几十块钱 坐这一喝茶 一吃点小零食 高兴一晚上 乐 回家睡个好觉 劝您常来 老来 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 可不是吓唬您几位 没有制造这个恐怖气氛的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如果说 假如 那就说我就不爱听相声 有这样的啊 如果说 三月 三个月 您要不来德云社剧场 听相声的话 怎么了 各位没有吓唬您的意思 怎么了 您哪 您省好几百块钱 这不废话吗 你不听相声 可不是省钱了吗 是 还是劝您常来 希望您来 您观众做的多了 对演员来说呀 是个鼓舞 是 那有时候上班太忙 有这样的 想来没时间来 对 或者有时候订不上票 嗯 怎么办呢 啊 没关系 是 我有个绝招 什么办法 您打不然呐 啊 把钱送来 您可以不来了 人家这捐款来了 这小窍门 什么窍门啊 相声 无外乎说点 幽默滑稽的事情 对 他这个人表演有特点 风趣幽默还滑稽 这不一个意思吗 就是想夸你啊 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是 相声演员呢 说点幽默的事情 大家听着会心一笑 有个意思 对 这个幽默的事情 生活当中比比皆是 都有 现在不知道 您哪位注意过没有啊 电视上 包括这个报纸上 杂志上 有时候竟有这个 争婚的 争婚启事 注意过吗 有灯火 电视上也有 争婚的 对啊 其中这个女方 提条件呢 有这么一项 哪项 要富有幽默感的男士 有提这条的 所以说当今社会 21世纪幽默两个字 大行其道 很重要 对不对 你看那个过去 过去 滑稽大王 卓别林 电影演多好 是 在喜剧当中 加入了幽默 会心一笑 对 这种感觉最好 生活当中应该多点这个成分 好啊 不管什么关系都算上 拿你来说吧 我 你跟你们同学 那叫同学关系 对啊 对不对 是 你跟你们哥们弟兄 这个呢 这叫亲属关系 对不对 你跟你师父 这是 师徒关系 你跟你母亲 这个 母女关系 爸爸 什么叫母女关系 应当是呢 母子关系 母子关系 你跟你爸爸 这是 父子关系 对 咱俩人 也是父子关系 啊 就不合适了 咱俩人是搭档的关系 对 合作者 也是朋友 生活当中离不开幽默 是 甭管什么关系 也离不开幽默 都有 您比如说吧 父子爷俩 父子爷俩 要没有幽默 竟胜打架了 是 现在有多少父亲反对儿子 有 父亲的看不惯儿子这个行为 对 最最看不惯的 就真得着眼 对不对啊 儿子有时候二来岁 不顾学习 嗯 竟上网去 有 玩游戏 是 父亲看不惯 对 有时候儿子看不惯父亲 这个无可非议 个人跟个人生活的年代不一样 对 环境也有差别 有代沟 必须得沟通好喽 幽默两个字 这是润滑剂 哦 没有这两个字 家庭不能和谐 真是这样 你比如说吧 有这么一家 儿子长到十六七岁了 十六七 十四五 这叫什么呀 青春期 对 这个阶段的男孩子 女孩子 应该受到相应的教育 如果说没有这个教育 容易犯错误 是 真是这样 有这么一个家庭就是 是吗 啊 孩子长到十五六了 男孩 家大人总想开个会啊 给这孩子说一说 啊 辅导一下 别让他走弯路 别让他走斜路 那天父亲跟母亲在家商量 嗨他爸爸 那什么 等那个小鸾回来 你给他说一说 您等我 说说什么 我先跟你说说吧 什么叫小鸾回来 怎么了 啊 就怎么了 小鸾是我呀 你这是 就许你姓鸾 是吧 我哪那大胆啊 不许别人姓鸾 许 同名同姓怕什么的 你这再说 这也不是坏的事啊 我那学校有这课 对不对啊 那什么 等一会儿孩子回来 你给他讲一讲 对 好不好 教一教 讲什么呀 你看孩子这岁数十五六了 正是青春期啊 我这做母亲的不好沟通 不方便 咱是个男孩 你给他讲一讲 关于这个生理卫生方面的知识 你给他说一说 他父亲也很为难 对 虽然说父子之间嘛 这交流这问题 有时候摸不开 挺尴尬 张不开嘴 那行 孩子回来再说吧 一会儿孩子 背书包放学 回来了 那什么宝贝 书包放呀 先吃饭 吃完饭回屋啊 写作业下 一会儿爸爸上屋找你去 孩子吓坏了 有点害怕了 以为在学校犯什么错误了 是 老师告状 家长不乐意了 爸爸我没惹祸 没说你惹祸 爸爸给你啊 上上课 啊 给你讲一讲啊 你怎么说呢 张不开嘴 讲一讲这个 关于这个 生理卫生方面的知识 嗯 哦 行嘞 爸爸 我吃完饭 我上屋里去了啊 孩子吃完饭 上屋 写作业去了 回屋了 他爸爸跟他妈商量好了 啊 吃完饭得上屋 交给孩子去 他爸爸去啊 他爸爸也得壮壮胆子 哎呀 没讲过这个 到孩子那屋 推门进去 一看孩子 嗯 这时候端着碗茶 啊 坐在沙发那 翘着二郎腿 抬眼一看 他爸爸 头一句话 说 爸爸 关于这个生理卫生问题 你打字问哪方面 这是谁交给谁啊 哎呀 问哪方面我也不问了 咱回见吧 他爸爸没预备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 他想的挺好 介绍介绍就完了 这儿子打算教他 您算算 你看看 后来才了解 嗯 跟他说了 哦 说爸爸您多心了 我们学校有这门课 对 我还是课代表呢 啊 所以您用不着操这心 啊 我们那个课呀 叫健康教育 对 老师啊 虽然说到这几章都滑过去吧 但是我们自学的特别好 主要为看这几篇 就是我们有这方面知识 您不用操心 你看 为什么生活当中的琐事 站在舞台上一说 大家乐呀 幽默吗 这就是生活中的幽默 嗯 父子之间的幽默 这是这关系的 另外来说 还有 夫妻两口子 哦 有没有幽默呀 有吗 不但有 嗯 而且必须要有 是吗 夫妻两口子没有幽默 啊 那就离这个婚姻的死亡不远了 哈哈 真是这样 是啊 两人在家谁不理谁 嗯 你背对着我 我背对着你 对 那就离离婚不远了 嗯 真是这样 没意思 甭管发生什么事 多大的事 是什么力大点的小事 事无巨细 嗯 都一样 两口子一定要沟通好 真是这样 嗯 比如说吧 牛的门两口子 两口子 两口子 刚结婚 刚结婚也就半年左右 哦 不长 哎 这丈夫呀 特别听话 外边也没什么事 每天五点半下班 六点半准到家 哎 多好啊 媳妇也特别好 是啊 在家做好了饭 哎 等着丈夫回来 嗯 六点半一进门 一杯热水递过去 嘿 喝下去之后歇一会儿 吃晚饭 然后俩人吃完饭 楼下溜一溜 啊 或者看看电影 在家里都看看光盘 嗯 看看电视 哎 特别的好 多好啊 那天出事了 啊 这个男的呀 下班之后开会 晚了 可是这手机没电了 你瞧瞧 跟家里联系不上 赶一块了 心里话啊 嗯 这会也不大 是 开完会赶紧加走 嗯 一解释就算完了 行了 没想到这会开了还真不短 和 有打五点半下班呢 啊 开到八点半 哎呦 这么长 遇上开会迷了 你瞧瞧 仨中头 嗯 好 赶紧回家 到家之后九点多了 嗯 一推门就感觉气氛不一样 是吗 平常什么感觉啊 啊 媳妇倒好了热水递过来 饭菜桌子上摆好了 今儿个 没有 改了 没有 桌子上润身没有 水也没有 媳妇坐那正运气呢 生气了 也不理他 嗯 运气 一看就明白了 赶紧过来 成了错误吧 哎 哎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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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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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真紧张 那个什么 我们那个下班开会 开会真开会 哎 还不理他 你别不看我呀 你看看我 看我 看 看 你看 看看他 我真开 手机没有电了 你看看没电 你可能给我打电话 打不通 我给家也来不了电话 你 我估计他会不大声 赶上开会迷了 那受了 我 我给乐一个行吗 哎 还不理他 你瞧 作为男的来说 这已经够可以的了吧 是 就拉下脸来了吧 有台阶了 你真不理他 你怎么办 这不要命吗 不但不理他 还有别的 女的坐那 啊 牙眼 掉眼泪 我哭了 抽气 哭了 还抽气啊 这叫气 这叫 心里委屈了 委屈就委屈 嘴里说出话里 埋怨他账 嘟囊 这人家怎么这样呢 真伤心 每天晚上六点半回来 这都九点多了 还不回 上哪去了你 也不是给家来个信 我心里多惦着你 导致你这样 我不跟你结婚 我嫁给你 我真是后悔了 嗨 我嫁给你 我还不如嫁给魔鬼呢 我 你看 这是气话 是啊 男的赶紧说一句话 打破尴尬的局面了 说什么了 这女的破梯微笑 亲爱的 你千万不能嫁给魔鬼 怎么 为什么 因为近亲不能结婚 这女的当时没明白 后来脑子一转明白了 扑男的怀里 你讨厌 讨厌 行了 那意思说她是魔鬼了 后来两口子一揉 这叫什么呢 烟消云散 好了 这是幽默 是 化解了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 另外还有 还有吗 这是年轻的夫妻 要岁数长一点的 刚结婚的 这是 岁数大一点的 我知道这么一对夫妻 都在五十多岁了 还是有学问的人 北京大学的两位教授 本来就是夫妻两口子 男的呢 教英语 女的教化学 夫妻二人 这么俩人 都是北大教授 戴眼镜 非常有学问 挺好啊 俩人干嘛呢 去这个 哪有王府井 王府井 王府井 是不是有一个画展 美术馆 美术馆 美术馆看画展 俩人去了 本来又有文化 欣赏这个高档次的艺术 掺着胳膊去 到门口啊 买张票 进去之后 转着圈这么看 那看画吗 指指点点的 品头论足 好 哎 这是非常好的消遣 对啊 看着看着 这男的这教授 不走了 怎么了 盯住一张画 不走了 哦 爱看这张 这画还不小 嗯 这么大个 大幅的 对 上面画着什么呢 嗯 画着一女的 年轻漂亮 喝 没穿衣服 啊 叫什么 国体 什么体 国体 我听说过国脚 我没听说 没国脚 裸体 对 艺术画 艺术作品 温身上下 哎 一丝不挂 画得很好 但是在这个 这个特殊部位啊 啊 挡着树叶 哦 画的这个绿颜色的树叶 挺好 哎 很有意境 是 艺术品 这是好画 确实美 嗯 这边是这幅画的题目 还有题目 就一个字 叫什么呀 春 哦 春 哎 您琢磨吧 多好 春天的春 你看看 绿叶吗 嗯 哎 这男的看这花不走了 哎 看这个 这是什么教授啊 教授也是人呢 对不对 他媳妇非常理解他 你说这时候 拽他走 不老合适的 对啊 等理他 让他看吧 他媳妇自己走了 看前面的花 转一圈回来 看这男的还在这 太爱看了 还看呢 再来一圈 又走一圈 又转一圈 回来一看这 怎么样 还没搓眼珠呢 还爱看 就说别老看了 是啊 就想叫他走了 人家那个有文化的人 那互相之间的交流 那个幽默性 跟咱又不一样了 是吗 一拽那个男教授的胳膊 哎 哎 亲爱的 走吧 走吧 看什么呢 你等秋呢 这多有学问 是 你等秋呢 你看看 画的春呢 是绿叶 它憋着秋天扫落叶呢 你看 这是你有学问的人 要没学问 没学问 你们两口子 看画展去了 一样看呀 你爱看这个春 你媳妇 不用转两圈 当时就跟你急了 怎么着 还行上千里人 哎 哎哎哎 走吧走吧 有妈看的那是 到你那树叶是夹的 掉不下来 哎 要不你得扣下来 你掐掐掐掐了 这没有文化的人呢 跟那教授 就是不一样 谁没文化呀 人家说出来 就特别有意境 另外来说 刚才说的是 年轻夫妻呀 跟年老夫妻 你说中的六的呢 什么词 中的六的 什么叫中的六的 中年夫妻 你得说中年人就完了 三四十岁的那个 遇上家庭生活不和了 怎么办呢 也有别的想法 是 过去有这么一个电视剧呀 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和那会儿热播呀 哎 大家都看过 哎 演员演的真实 嗯 这个男演员叫 叫什么 叫冯远征 冯远征 演的多好啊 演一个大夫 哎 啊 安大夫 安家和呀 演完这电视剧 走到马路上 谁看见谁打他 对 说明什么呀 演员演的好 进入人物了 对 太真实了 这个女演员演的也好 对 角色挑的也不错 是 啊 这个演员叫 梅婷啊 梅婷 这个角色多好 就是说这个男的 老打他 梅婷 这无聊不无聊啊 梅婷就老打 你这是吧 家庭暴力嘛 梅婷老打他 对 这是演员角色 安排的恰当 这个人物分析的透彻 演的好啊 演出来 可以说特别好 是 现在这个电视台啊 有时候重播率还特别高呢 开个电视经常能看到 有 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啊 这是 刚才说到了 家庭暴力 有这样的家庭 有的人一想家庭暴力 甭问 男的欺负女的 对 其实你想错了 啊 很多情况下是女的欺负男的 哦 真是这样 是 我就知道这么两口子 跟我认识 都是天井人 跟我们住街坊 嗯 我们在三楼住啊 他在四楼 楼上住 喝这两口子 女的欺负男的 你看看 女的仗着家里啊 有俩钱 嗯 这男的家里头啊 生活比较困难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结合在一块了 这女的见天欺负这男的 真是这样 每天早上起来 女的出门上班去了 照着这男的这脸上啊 啊 就那嘴巴呀 一边一个 喝 真是这样 早上出门 一边一个 晚上回家 一边俩 哎 真这样 什么家庭 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这男的在家不能说话 说话 只要一说话 女的准不爱听 哎呀 甭管这女的干着干着什么活 女的假不说吧 炒炒菜 炒菜呢 男的说了 您是不是少搁点盐呢 这女的连铲子在那饭 啪就扔过去 都是事啊 真这样啊 手里甭管拿着什么东西 自得不爱听了 照男的就扔过去 哎呀 女的打打电话 男的提意见 咱是不是少聊一会儿啊 这手机啪就扔过去 喝 吃吃吃饭 您吃口菜多好 连碗带筷子啪就扔过去 这不懂好赖这种 弄那男的脑子上 天天贴着创可贴 你这个 这就是砍的 这也不好看呢 有这么一天 这男的也实在忍不住了 跟这女的提出来了 那什么亲爱的 还叫亲爱的 是 我得问过 你怎么老叫亲爱的呢 他回答我乐了 说什么呀 我必须叫亲爱的 为什么 他那名字两年前 我就忘了 喝 叫亲爱的保险 亲爱的 那什么这受不了 要不什么咱俩离婚得了 我脸上的天天贴着 创可贴着 出门多寒碜呢 就是 我也不知道哪句话 您爱听 我们说好话 我也爱打 那哪受得了啊 不行咱离婚吧 左右活不了 女的真痛快 行 离婚就离婚 同意了 俩人宅了一天 有功夫呢 奔在民政局了 到那进屋之后 人不是当时就发你本 对 你得先劝一劝 调解 劝何不劝散 你们二位怎么回事啊 男的说了 这还怎么回事 您看不出来啊 这家庭暴力啊 天天打我 脸上贴着 创可贴着 多寒碜呢 甭管说了什么 只要他不爱听了 拿东西照 我就扔过来 你说我也挺大 岁数 让他这么扔着我 这面子往哪搁呀 怪不易的 你们两口子感情不好 谁说感情不好 搞对象 搞了四年半 结的婚 四年多 那挺好的 哦 那他这么扔你 扔了几年了 就是 扔我扔了八年了 八年了 结婚几年了 结婚九年了 他结婚九年 扔你八年了 你怎么现在 才提出离婚来呢 就是啊 哎呀 同志 你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我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他们越扔越准了 那是 哎 你说两口子 到离婚的时候了 说话还这么可乐 是 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幽默 哎 过去有没有啊 以前 也有 喝 这说的都是 现在的事情 嗯 过去也有 以前 啊 过去我知道 有这么一家子 啊 一家子人呐 特别有学问 哦 这老头啊 是干嘛的呢 嗯 老头是个秀才 秀才 老秀才 哦 比较有文化 一个老伴 下面三个孩子 是 两个闺女 一个小子 哦 两个闺女 有个特殊的地方 什么呀 双胞胎 哦 双半 哎 孪生姐妹 哎 所以说长得模样 个头 胖瘦 都一样 是 一个模样 啊 你说这眉毛 鼻子眼睛嘴 耳朵眼神 说话的语音语调 个头高矮 头发的发型 全一样 真像 唯一的区别 什么特点啊 姐姐跟妹妹 唯一不同的地方 啊 就是姐姐这个鼻子尖上啊 有一个小屋子 哦 有一屋子 屋子可也不大 多大呀 这直径啊 也就有0.0000002毫米 这么点啊 不仔细看 看不出来 喝 有时老两口子都弄混了 太像了 这么俩闺女 后边有一个小子 嗯 这么五口吧 五口人 哎 干什么都一样 姐俩感情也好 是 在家穿的衣服都一样 哦 不光穿的衣服一样 还有别的 感情特别好 哦 姐姐干什么 妹妹干什么 妹妹干什么 姐姐干什么 你看 姐姐跟妹妹说了 又妹妹我饿了 饿了 妹妹说姐姐那我也吃点东西 啊 妹妹我渴了 嗯 姐姐我也想喝水 妹妹我热了 嗯 你热我也拖一件 你看 妹妹我渴了 你可没告诉你 我也喝水嘛 妹妹我冷了 你冷我也穿上点 妹妹我上厕所 你去嘛 姐姐那时候我不去 不去 我陪你蹲会 哎 太一样了 感情特别好 后来这姐姐就出嫁了 嫁出去 嫁给一个也是秀才 非常有文化 这妹妹呢 还没找着合适的伴侣 嗯 没嫁出去呢 有这么一年 嗯 老头啊六十大寿 过生日 半寿 对了 嗯 过生日 这个姐姐虽然说出门子了 他跟这个门婿啊 也得回来 给老头拜寿 啊 就这么六个人吧 嗯 六个人 坐在桌子上 一块吃饭 吃个团圆饭 哎 过瘦嘛 肯定得喝酒 对啊 可是这个妹妹一看姐姐回来了 心里特别高兴 呵 一看姐姐这身衣服 妹妹心里难受了 怎么了 过去见天在一块 嗯 穿的什么衣服都一样 对啊 这个人就嫁出去了 穿的什么不一样了 那肯定的呀 找姐姐提出来 啊 姐姐 你看咱们过去在一块 穿的衣服天天都一样 您这回来咱不一样 您能不能换换呢 你看 换的跟我一样行不行 换一换 姐姐没有意见 行 妹妹我跟你换去 嗯 到屋里 姐儿俩七十咔嚓一换 换的一样了 好啊 换完又出来了 嗯 他们俩挺高兴 是啊 这姐夫心里犯嘀咕了 这嘀咕什么呀 长得模一样啊 哦 结婚日子也短 对 才半年多 嗯 这老姑们俩还分不出谁是谁了 嗨 他看不出来啊 啊 这怎么办呢 正犹豫的时候 还是他爱人 就是说这大姐呀 嗯 心灵神会了 一看他姐夫那眼神就明白了 是 你看哦 分不出谁是谁了 哎 来个信号 什么呢 要妹妹你慢点走 哈 这一句话 哦 明白了 知道了 这是我媳妇 嗯 那是我小姨子 对 打这开始不错眼珠 嗯 盯着他媳妇 别跟错了啊 是啊 这一眨眼就乱了 哎呀 对不对 得跟准了 太像了 六个人在这 谈天说地 嗯 祝寿 喝酒 喝着喝着 喝多了 有点小醉 对了 这姑爷 喝多了 嗯 喝多了 得跟老岳父 得提出来 哈 岳丈大人 我到后边啊 走动走动 哎呦 溜溜弯 走动走动 不是溜弯 那是 上厕所 哦 现在叫方便方便 对 过去那个 有文化 秀才 说走动走动 嗯 好好你去吧 走了 嗯 后边 找着毛厕在哪 洗手间呢 啊 骑士咔嚓 解决问题 回来之后 感觉这个酒 撞得有点头晕 哎 最好找个地方躺一会儿才好 小咪的会儿 走着走着 有越来门旁边 有一间屋 啊 探头这么一看呢 高兴了 嗯 里边有一张床 哦 旁边有一桌子 他知道啊 这是他内地呀 就是他小舅子的屋子 嗯 书房间卧室 嘿 有个床 心说我这躺会儿 来吧 休息休息 嗯 进屋 躺下了 咪的了 对了 可是那五个人吃吃饭呢 小姨子提出来了 干嘛呀 爸爸我也走动走动 哦 他也有点喝多了 喝 也上厕所了 回来一路过这门口 这么一看 哎 姐夫躺着睡觉呢 睡觉他不管 是 姐夫震着那枕头啊 是他手绣的 那怎么了 龙细凤 嗯 绣好绣好多日子 绣完之后送给老头过寿 哦 给老头了 老头也很喜欢 嗯 先搁在儿子这屋了 让姐夫给震着呢 他枕着枕头没关系 嗯 就压着一点边 哦 压着那么五分之一 那五分之四在外头 嗯 脑袋一抬就掉地去了 没枕着 掉地虽然说洗完了吧 那玩意跟新的就不一样了 那是啊 他心疼劳动成果 嗯 打算拖着姐夫这个脑袋呀 把枕头往里塞一塞 让他枕上 又一想不行 怎么 那年月封建 对 姐夫小姨子这不能说话 哎 你这老是他脑袋 这万一让人看见 无私也有弊呀 是 又一想啊 没事 姐夫是个秀才 有文化 对 诗文断字 可以理解 没什么 嗯 摟着脑袋 把枕头往里塞 可是这时候 啊 这姐夫没睡时 是咪咚着呀 对呀 那头晕也睡不踏实 嗯 一看迷迷糊糊睁眼一瞧 他以为是他媳妇来了 呦 长得模仁一样啊 嗯 赶紧的 一抓手 一抓手也没别的意思 要干嘛呀 想问一问 我这走了 岳父岳母 是不是不高兴了 别挑眼 说什么没有 嗯 问问这个 刚一抓手 小姨子 哎 怎么回事 你看看 把手拿回去了 是 这姐夫心说坏了 怕逮错了 还抓错了 他心的话抓不错呀 是 他小姨子不可能摸我脑袋来呀 哎 准是我媳妇啊 你看看 长得又一样 你这一往后一撤 他准是抓错了 嗯 这怎么办 这时候起来解释 解释不清楚 越描越黑呀 再赶上门口过个人 啊 更说不明白了 是啊 干脆闭眼接着睡觉 还睡 一闭眼脸冲离 接着睡觉了 这小姨子心里不乐意 这着急呀 你枕着我这枕头 你都快掉地去了 是 我给你扶扶枕头 你抓我手 都以为你是个秀才 感觉你是个骗子 哎呀 你说我不说你吧 我心里别扭 我说你 你是我姐夫 误会 哎 这么着吧 干嘛呀 他这不是他兄弟的书房吗 啊 旁边有这个文房四宝 纸笔墨艳 拿那个毛笔啊 严农了墨 填饱了笔 我呀 给你写四句诗 要写诗 带四个小字 等你睡醒了之后 你一看 你就知道你错在哪了 是啊 看你改不改 打算怎么写呢 没地儿写 写墙上 墙上 写的墙上 写了这么四句 好心来扶枕 不该拉奴医 不看姐姐面 定不罢你医 四个小字 咳脑 咳脑 生气了 写完气气腔腔 扔一笔 走了 他可没回那吃饭那 后花园散心去了 散心去了 你这姐夫本来没睡着 听着这小姨子 这写写画画的 干嘛呢这是 听着脚步声 小姨子走了 睁个眼看看吧 你看墙上 好心来扶枕 不该拉奴医 不看姐姐面 定不罢你医 咳脑咳脑 你看看 误会了不是 是 没别的意思 你解释解释不 这么着吧 我也给你写四句诗 带四个小字 等我一会儿走了 你一看 就知道这是一个误会了 想解释解释 姐夫也写四句 他怎么写的呢 好心来扶枕 最心拉你医 知当是七道 原来是小姨 得罪得罪 道歉 表示歉意 写完之后 又躺着睡觉了 那边还吃着饭呢 六个人走俩 他媳妇心里头就不琢磨吗 自己丈夫走了 没多会儿自己妹妹走了 而且半天都没回来 这俩人有什么猫腻 这猫腻是我说的 这得看看去 辞别了那父母老家 到了后院一看 也来了 你看这屋里头 自己丈夫跟那躺着呢 再抬头一看墙上 两首诗 好心来扶枕 不该拉奴医 不看姐姐面 定不霸你医 可恼可恼 好心来扶枕 最心拉你医 这当是七道 原来是小姨 得罪得罪 好啊你 真敢做个事 你不是个秀才吗你 原来你是个骗子 都是骗子 你这事太讨厌了 我有心说你吧 你是我丈夫 有心不说你吧 我看着生气 我也给你写四句 他要写 行了之后你一看 知道你错在哪了 拿着笔 他也写四句 他怎么写的呢 特意来扶枕 特意拉他一 二人双有意 故意假做的 可笑 可笑 你看看 写完了 他也走了 这是气话 他也没回去 后院散心去了 这还剩仨人 他这兄弟一琢磨 俩姐姐走了 我姐夫也走了 就剩着老头老太太 还有我 怎么回事啊 就是啊 我也看着去 他也点瞧一瞧 他到了后 我一看呢 这是他自己的屋 一看 姐夫床上躺着 在他头一看墙上 哎呦 这谁这么讨厌呢 这我爸过生日 刚刷白了 怎么又写黑了 这 坏满墙 你这 这什么玩意儿 是啊 我得看看 好心来扶枕 不该拉奴医 不看姐姐面 定乌霸你 可恼可恼 好心来扶枕 最心拉你 一直当是七道 原来是小姨 得罪得罪 特意来扶枕 特意拉他 一二人双有意 故意假 坐地 可笑可笑 这棘手 哦 明白了 可知道了 哎呦 姐夫 你怎么还干这事啊 我以为你是个秀的 感觉你是个骗子 都会这句啊 你怎么能够这个样子呢 是 这个小舅子也有点文化 他的书房嘛 他也给写了四句 也写了 这四句特别有意思 是吗 他是一个埋怨的口吻 他怎么写的 不该来扶枕 不该拉他一 姐妹虽一样 大的是你妻 嘿嘿 留神 留神 让他注意 对 解完之后 他走了 这就剩老头 跟老婆俩人了 是啊 老头说 哎呦 我今儿这生日 过得不错啊 哎呀 英明是给我祝寿来了 其实 实际这不起哄来了呢 坐没躲一会儿 呼噜噜全走了 拿谁找乐呢 你看 我得看看去 老头说话出来了 到自己儿子这屋门口一看 呦 门戏这躺着睡觉呢 再一看墙上 画满了墙啊 这哪来的那么些蚂蚁 嗨 您仔细瞧一瞧 蚂蚁怎么不动呢 哦 是啊 这我得看一看 哎 我们家就是秀才嘛 是 有文化 好心来扶枕 不该拉奴医 不看姐姐面 定不罢你 可恼可恼 好心来扶枕 最心拉你 这当是七道 原来是小姨 得罪得罪 特意来扶枕 特意拉他 一二人双有意 故意假作地 可笑可笑 不该来扶枕 不该拉他一 不该来扶枕 不该拉他一 姐妹虽一样 大的是你妻 留神 留神 什么烂七八糟的 就是 哦明白了 你这个人讨厌 我以为你是个袖子 原来你是个骗子 你怎么能够这样的 我这躺一会成骗子了 你这人讨厌 我是看得起你 才把我闺女许配给你的 对啊 你办这种事 气死我了 有心不说你 你是我门婿 有心说你吧 我实在想 原来怎么说你了 我也给你写首诗 他也要气 老头也写四句诗 写的挺有意思的 他怎么写呢 谁叫你服枕 谁叫你辣衣 一把没抓住 跑了是便宜 嘿嘿 万幸万幸 万幸 他写完刚要走 老婆跟出来了 都出来了 老头子 这干嘛呢 这是 老头说 你呀 倒霉倒你身上了 这为什么呢 当初咱上来的多好啊 要生儿子 归我管 生闺女 你不让我管 不让我管 你得管好了啊 你教育好咱这闺女了吗 你看那这女婿 跟咱这闺女 办这都什么事啊 你看看墙上写的这个 误会 老婆也有文化 也认识字 还有我看看 老婆从头至尾 看了一遍 跟老头就说了 哎呦老头啊 你这个人太奉剑了 这事有什么了 我给你写四句 保证你满意 是吗 老婆也写四句 他怎么写的 特别有意思 他是这么写的 应该来服枕 应该邋遢衣 姐夫细小一意 世上常有地 再来再来 还来啊 谢谢 谢谢大家